大家好,今天我们用这个象牙果来丢一个龙形的爬丸剑 我们丢壳的时候要先把它的头部给定位出来 比如说先它的龙脚 还有就是龙的眼部 鼻子的部位 还有它的额头 嘴部 我们先把这些定位出来之后呢 我们再做龙的下额 把它的耳朵刻画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刻画出它的龙脚 有不懂的话 你们可以用那个笔给它画一下 用笔给它画一下 你可以比较上手 就是有新手问我用什么材质去练手比较好 用什么木材哦 其实我觉得用这种象牙果是最合适的 这个是我之前就有说过的 如果你要用那个木材的话 你还要去用电剂把它系好 然后呢很麻烦 你用这个象牙果的话 你可以直接就上手来 就像我今天这个样子了 直接就可以用那种三角刀头可以自己去打劈了 打劈了啊 这个三角刀头我之前都有教过大家怎么去打磨的 大家可以去放放我以前的视频了 然后呢这个象牙果都做起来 就不需要你大刀拓斧的去画木头 这个算是轻微的雕刻一下子就很好了 这个是水形雕刻 我们今天的龙头就是水形雕刻 今天的视频放的还是比较慢一点 就是想做给新手看的 我们的龙头 已经被我给定位出来了 然后呢我准备让这个龙吐水 底下一个空洞我等下想办法把它做成一个龙珠吧 想想就挺可怕的 一个空洞能做成龙珠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们一起期待成平啊 这个算是比较有个性的小空洞啊 先给它留着 我们旁边给它做几个火焰啊 下面我们用尖刀 这种宝剑刀头 给它鲜刻划出来哦 龙头有给它鲜刻划出来 因为你这个龙头先刻划出来 等下旁边的鱼肉你可以给它划掉 方便比较方便操作 已经用那个剑刀 被我给刻划的差不多 我们眼珠子 龙的眼珠子你要尽量做的对称啊 前后都要对称 上下也要对称 大小也要对称 我们鼻子两个鼻翼也是 龙的鼻子还有两只脚都要一样的 你可以先打屁的话 你可以先不管它 我们等下一步进修的时候 你一定要给它做的对称一点哦 要不然就显得很不美观了 我们做雕刻的时候也一定要一边雕刻 一边开拓你的思维去想 怎么做比较好 你不用做的太快太着急 可以慢慢的想 想怎么做了再怎么做 有心所说自己 刚刚入门不知道要雕些什么 其实最简单的 可以放放我以前的视频哦 比如说先掉一些水果了 玉米了 要不然你实在是不会掉玉米的话 你可以掉一个苹果嘛 对吧 苹果你难道还不会 非常简单的 再不行的话 掉一个香蕉 掉一个 掉你想掉的嘛 也可以掉一个青椒 辣椒之类的都可以 我的手语活也是 自己自学过来的哦 没有那个师傅来教的 我以前写自己自学的时候 写手语的时候啊 就是自己找一块木头 自己在上面琢磨了很久 琢磨了有十天半个月之后呢 就自己突然间就是脑洞大开了 就突然间就是有灵感了嘛 后来我就会了 我们做木雕的 不是说你 觉得不会之后呢 你就 还算了 我这个人比较笨 然后呢就放弃 这样子是不行的哦 我们一定要做每一件事情 都有持之以恒 不要放弃 我也是自学的哦 我也没有什么师傅教 虽然说不是雕得特别好 不过都是自己雕出来的 我觉得都是蛮有成就感的 主要是自己喜欢就好 喜欢干一件事情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得好的 我们把这个轮角 给他做两个轮角啊 比较好看一点 然后呢就是轮的绳子啊 因为我们这个是一团嘛 所以轮的绳子 你可以随意的去发挥 你的想象力 最后呢我们可以 把那些空余的部位啊 把龙的绳子都画出来之后呢 把空余的部位你可以给他做成 随形的云彩或者是随形的 波浪网都是可以的哦 这个是没有什么具体要求的 只要你喜欢你就可以怎么去 雕刻 一定要开动自己的思维 好今天我们的一个手把键啊 轮型手把键都已经差不多了 有时候不懂的你们可以多看几遍 看我是怎么雕刻的 然后呢自己 也可以 是尝试的去做 不要害怕说自己做不好 反正如果你又是丢 不好的话你可以再丢嘛 对吧 明天我再想想要丢一些什么简单 之类的啊 比这个更简单的 这个其实象牙果尤其是丢那种布袋 丹丹的一种布袋 那也是很简单的哦 就只有做一个布袋的口子 然后呢把它的整体给它打成圆形的 然后在口子上面板一个绳子之类的哦 那一种雕刻也很好看哦 非常有个性 也是很适合新手去做的 去雕刻的哦 我改天再释放一下 之前我有用那个紫檀木释放过的 我们今天的这个 轮型的 手把键啊 象牙果 就差不多了 打批好了 然后呢我们明天准备 可以拿它对 拿它过来修官雕刻啊 这个只是半成品 欢迎明天大家接着收看我的视频 我们明天再见 哦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观看